玻璃櫥櫃裡有張籠椅 該在椅子上的神像變成金紙 夾著一張紅色紙卡上頭寫 馬明山五年千歲 待天尋守 原來是虔誠的信眾 求得馬明山千歲也香火 被妥善包覆其中 想要供奉在家裡 為求慎重才會仔細配置 香火被視為神明的意象 實際走一趟雲林包中鄉知名的馬明山 正安宮向廟方求證 確實有這樣的流程 民眾想分林將神像請回家供奉 還曾出現香火象徵神明意象 再不然還有扇子令旗與令牌等項目 前提是得要在宮廟同意的情況下 才能這樣做 請五年千歲到他們村莊 去待天尋守的時候 可能會用燈座盯遮 或者說用一個金紙 金紙上面寫五年千歲 還有一種是用那種紙身 我們去胡一個千歲的紙身 來代表他的一個形象 信眾一心 虔誠供奉 象徵神明的香火 請上榮儀寶座 罕見的這一幕 顛覆神像分靈的刻板印象 三零星台中雲林綜合報導